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 阿森纳面对的试水进攻 双方上赛季两回合交手都是阿森纳获胜 当时阿森纳两场进了6球 如今再次交锋 阿森纳的最低目标依然是全取3分 结果 阿森纳拿下来了 本场比赛阿森纳排出4-3阵型 马丁内利 恩凯迪亚和萨卡搭档进攻三叉击 特罗萨德和内尔森这两名前锋坐在替补席上 哈福茨 赖斯和厄德高组成三中场 富安健阳 萨利巴 本比怀特和托马斯比帕尔特 依次后卫首发出战 拉姆斯戴尔担任首发门将 水进攻则在进攻端派上了 爱德华 乔丹 比埃尤 埃泽和施鲁浦 实力更强的阿森纳追求更多的控球 而水进攻只能踢得直接一些 毕竟阵地战进攻不是强项 恩凯迪亚很活跃 他接连获得绝佳单刀机会 其中一次射门击中力助 另一次的射门则提高了 他本能够为阿森纳取得领先 却没能做到 一度让人有些失望 半场结束 阿森纳还是没能进球 比分依然是0比0 阿森纳上半场控球率67% 9次射门只有一次射政 还有一次中注没能够进球 而水进攻上半场只有5次射门 也是没能进球 下半场恩凯迪亚用另一种方式帮助了球队 他制造了点球 厄德高把点球伐进 打破了僵局 但之后富安剑阳两黄便一红被罚下 让阿尔特塔有些紧张 他不得不做出换人调整 阿森纳也随即进行战术调整 重点放在防守上面 以保住领先优势 水晶弓进行围攻 但是始终没能攻破阿森纳的大门 最终的比分定格为1比0 阿森纳赢下水晶弓 在下后Vasco的评分中 萨利巴得到全场最高的7.9分 他有8次解围 两次拦截 进球攻城厄德高得到7.4分 安凯蒂亚很活跃 三次射门零射阵 一次中阻 两次成功过人 制造了点球得到7分 阿森纳英超两连胜 现在英超保持全胜的球队 只有三只 除了阿森纳还有曼城和布莱顿 更多精彩足球内容 记得点击关注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